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谁在说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最近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不仅是他们俩之间的问题 现在牵扯到了岳父岳母 今天跟我们打这个热线电话的是岳母 看看从岳母的眼中看 这对夫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先掌声把岳母请上了 你主持人好 怎么就哭上了 来先到那边 女儿和贵的 问题 到什么程度了 打的他俩说不清楚了 我闺女都是 说是过也过不下去了 天天的哭 这事其实已经影响到你们了 对了 我看见我闺女在家我住一年了 在一年之前 他俩打架在北京住着 拉一下他回家了 他说我过不了了 我说你过不了回家来吧 也就是说意味着 他和他的老公分居一年了 对了 那这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所以说我才求着你们帮忙 你今天希望来到我们节目 希望到你们节目给他 把他们俩谁的谁理谁非的给他批评批评 谁做谁做的不对批评批评 把事情给解决了 能让他俩融合好了 你是希望 我做我们的目的了 好 来您请坐阿姨 你是北京哪里人 密云 密云 今天为了录制这场节目 从密云赶过来的 对 那闺女这个现在在密云住了一年多 对 那他老公呢 他老公在 在他们家了一年多了 他们家是哪的呀 在河北 唐山的吧 这两个人两地分居一年多 这一年多他们俩见过面吗 也见过面 我这闺女分居了 还想着有孩子 还想往一块说和 俩人说说就打起来了 就说不到一块 就整天说话就打架 我从最开始厉害吵架的时候 是从去年 俩人说说就说不到一块了 说不到一块了就分开 说了就上一块去说去 说了还是说不到一块 整天挑我毛病 自己也不敢 阿姨我问问您 您别有私心的 我没有私心 您说句公道话 您觉得谁的问题多一些 我觉得是他 姑爷呢处理事情啊 说不算好 姑娘呢又有点较真 嘴上较真 对 心路没事 嘴上较真 一个不会办 一个不会说 对对对 没有什么可交谈的 什么事都不往心里边去 有事他也不会办 有话也不会说 我觉得听他 从他有小孩了 是不是 就开始打嘴巴架的多了 我也就没拿他割衣 头年夏天前 谈两个那龟 把那闺女打的呀 那眼珠子瞅不见事 脸都是青的 就这么回娘这来了 那就是好了呢都算 当初那个相片 我看见他们手机上相片 还有电脑的相片 都看不见人呢 这是谁给您看的 这个相片 我孩子玩的时候 我偷着瞅见他 不是说闺女 是让您倾诉给您看的 闺女什么都不说 她肯定也怕妈担心啊 对对对对 就打成鼻青连肿呢 回家跟妈说 妈多心疼啊 是是是 她老是让我牵就她 牵就她 我都背地的 揣摩着 他们俩们 主要 一个是没钱 他俩们拉着孩子 哥哥拉着起来的 在北京这打工 不容易 打了点钱呀 他婆婆她说呀 趁着我硬了 我给你们张罗着 把房子盖起来 结果呢 盖房是个好意思哈 他们姑母俩又没钱 这就跟他俩要钱 跟他俩要钱呢 姑爷 非得说拿这钱呀 得回家盖房 闺女呢 说我要想干点事业 他俩们就用这钱上 我那闺女舍不得给 我这姑爷非得要 就用这 他俩也打架 打的不是开窍的 是确实也是 因为这个打架 就从他们家盖房导致 后来我这闺女到家了 他哥哥也说 我也说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把这钱给他吧 所以说他把这钱 就给他了 多少钱呀 我不知道 细情 不知道 盖房就说 我妈他们给我们 出一部分 让我们自己出一部分 我穿没着 他就是用这钱上 没钱急的 也就急太急了 这是在您作为妈妈 这个角度来看 猜测的 对 估摸着 对对对 要无论英雄啥呀 但您从来没有跟女儿 去从她那去了解了解了 他们谁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谁都不说 你问过女儿吗 谁都不说 你管得了吗 问我你管得了吗 所以说 越打越不像花样了 越打越厉害了 越打越不像个样了 阿姨 我想问问您 当您看了那个手机的照片 看了女儿这脸上 鼻青脸肿的 被打成这样子 你那一瞬间 心里头 那个难受劲 那个滋味是说 我就一个儿子 一个闺女 我这俩孩子全都 也都是个小子 可是那个闺女 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 我丑就那样 怎么回事啊 我不敢给她提 她心里不好受 我都不敢提 我就穿门着 那是打的呀 那你有没有因为 这个事情打电话 问问姑爷 没有 因为他俩 火上这会儿过劲了 我再提的 您俩都不愿意 让我知道 我还提的干啥 您俩只要不再生计了 不再打架了 我就放心了 他就是说一什么了 就是打架 我们都没打过 你打的 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可以过 但是就唯一一点 他如果对我不好 我就绝对过不了 他这次都打回家了 就是一年前 都搬回家来住了 回家来住了 我一开始就琢磨着 这小事就巴拉的 都不忘心了去 您俩疯开些日子 也心没准说 还能好起来 缓和一下 我们不甘心说 多参与他们家 俩人的咋回事 他家了咋回事 这回这实在是我 没招致来 也没太过多 他说过什么 你说姑爷不好吧 也说不上 但农村 没什么高的条件 不缠不懒的 就可以了 要让我们想法 不知道他俩都是 都是咱们着 老是说不到一块 我就穿不着 大的问题 就是从庸团家 问人几点 剩下这就是没钱 到底因为什么 我问问他们俩 好不好 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 您到我们的观传室 休息一下 谢谢 辛苦了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你好 目前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你就一句话告诉我 还有救吗 这个 还想救吗 说实在的 我就是 想往下走 还想往下走 对 行 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来请坐 为什么非要要你 你这个态度呢 因为我觉得吧 有时候毕竟你们俩 僵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僵了这么长时间 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当中 会发生很多的 就是意外 也有可能会 让彼此的感情淡下来 但由你这个态度了 我觉得可能 彼此的心是往一块走的 他说的是这样说 可是实际走的时候 他就不这样 那我们就回到你们两个人 本身上来说 到底是什么 让你们两个人 分开这么长时间 分开这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 就是盖房这一段时间 还是因为像刚才 岳母说的房子的事是吧 对 就是拆这房之前 我妈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说行拆吧 既然已经住不了了 因为三十多年 老房子是吧 三十多年以前的房 就是您老家 对 盖房需要钱吗 我妈他们替我们出一步 我们再出一步 我跟我媳妇呢 也说了 她也说盖就盖吧 然后她又想是怎么盖 结果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 快过年的时候 打电话说 我妈他们打电话说 说房拆完了 都没跟我说一声 就拆了 我说过了那再拆 没办法 已经拆了 反正已经地基 已经摆好了 就这么着 因为这也打架 然后也不出钱 你说是给我盖的房 我不知道怎么叫给我 这什么意思 也给我盖的房 我都不知道 没有按照她的这种方式去盖 就是您的妻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也提了她的意见 对吧 她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房子 应该怎么怎么盖 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样的 但是实际上 你妈妈他们在老家操作的时候 没有按照她说的 这个想法去盖 对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对 就等于他们就按照 他们的那种老的传统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传统 明白 我就跟傻子一样的 我在这设 我改了多少图纸 我设计什么什么各级 我改了好多好多种 我都不知道房子地基都垒上了 你们盖这个房子的目的是 想着你们将来还回那住吗 我的想法是 在外边能买房就能 不能买房 家里要自己买房住 有个漏角的店 对 这是一个贿赂 对吧 对对对 但那个房子多半时候 还是父母在住 可能是 对 一直因为我们从结婚 就是跟父母在住 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沟通一下不就行了吗 跟妈妈沟通一下 或者说跟媳妇再沟通一下 或者都坐在一块讨论一下 就是说两方面我都已经做到了 他必须按他那个 我这边已经地基码好 我父亲呢 有时候他那种老思想 他现在也有病 就是脑血栓 有时候我不想 不爱跟他就是去较劲 我怕他犯病 结果呢 就因为这些事情 我跟他去沟通 但是还沟通不下来 他那边父母 他也坐着不了 您是想让妻子退一步 对不对 我是说 我说咱们做小的 尽量让一下 老的也无妨 就说咱这房 我就是说 盖出花了也是那么住 但是他不同意 就得按照他那个 他那种去想法去做 这是您跟太太沟通的这个结果 对 我也跟他说过 他但是他不同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妻子就非常非常大的怨气 这边也不行 是这边也不行 我在中间 我是我太难做 他也是为难 不是说我不退步 是因为他一直在 在说不行 或者以非常生硬的 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那你说我能接受吗 您的妻子在这态度 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愿干 是不是这当时 这个房子的钱 全是你们出的呢 也不是 主要他这个房本子 就没写他的名下 没写姑爷名下 在外边也 说实在的吧 挣的钱也不多 连孩子带什么的 也没落多少 就说我父母 给我们出了有五六万块钱吧 那房子需要多少钱 现在盖起来 花到十四万吧 你们花了大头 我从我媳妇手里拿了 也就是两万多 原来我从我回家的时候 我身上有一万 等于我们拿了三万 然后我从家里 我就借的钱 但是可能是不是 在你妻子看来 她觉得这个房子 应该是个给我们盖的 或者说将来 我们应该有 她有这种想法 所以导致她的行为上 她就会认为 我应该来做主 对 我说我跟你过了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我连心里边 一点安慰都不可能得到呢 但是这房呢 因为我父母说了 就说给你出钱 你们出钱 原来这房就是你们的 因为我哥那有房 那这房子盖完之后 是写了谁的名呢 那我一直都是 我父亲的名 它是农村的宅基地是吧 对 原来是去年是那年 我父母给我打电话说 说要不然把房本 可以过到你户上 我说行 过就过 是因为交了 要交几千块钱 或者怎么着 后来就放下了 就没错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事 后来你媳妇就争执不下 就搬走了 就离开了 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为什么你不让我心里边 过得去呢 她原来回我们家来的 回家以后 我们俩也因为吵架着呢 我爸正在医院呢 我在医院陪床呢 他给我打电话 我说在医院呢 是因为什么 反正是我记不太清了 他就跟我吵起来了 后来在家跟我母亲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们俩又生了 他就走了 要回北京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他走了 我说去哪了 去北京 我就开着车 半道去迎他追他 我说你要回去 我送你回去 我就给他送到车站 从那 你就一直就分着 就没有在一块 我跟你说 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没吐你家有钱 没吐你家有房 我就吐你能对我好点 他从那走了以后 回来过吗 没有 就那房子现在盖完了吗 盖完 房子盖完了之后 他再也没看到过新房 对 去年我叫他回家过年 他也没回去 没回去 是他叫我回家了 接我回家 跟我爸大吵一顿 他走了 去年我带孩子自己回去 太太来了吗 今天 推下这位太太的花头 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您走的时候 房子盖成什么样子 还记得吗 那个砖面还没有 都没有墨 全部都就是 只是把房领 直接是盖上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你知道现在房子 是个什么样子的吗 不知道 刚才先生在这讲说 房子都已经盖好了 而且他们已经在里面 过了一个年是吗 对 已经在里面过了一个年了 你有没有想 回去看看 非常想 那为什么没有想过回去呢 因为我怕我回去就生气 我怕我回去就打架 受不了 就连过年 去年过年这样的时候 都没有回去 我一回家那边去 然后总是因为 各种各样的生气 总是因为那样的生气 可是我到那边以后 又无依无靠的没人呢 就没有人帮你 对 什么事情也不能 采纳你的建议和意见 你觉得在那好像 我特别孤立 特别孤独 对对 从你离开了 搬到娘家以后 您的先生有没有来接你 回他那边去 没有 一次都没有是吧 没有 好 走这么久 你来接他回去 这切一下不就下个台阶的事了吗 我回家过年 我去接他 上个月 嗯 刚回几年 我就接他去了 到那儿基本上说 他不回去 为什么呢 那天我岳母也是在那儿 也说 也说 你们要吵架 吵架就别回去了 因为他跟我妈 我爸打架 我没法跟他回去 我给拦了 没让你回去 头哪 岳母也告诉你们说 老吵架就别回去了 对 那当时你是不是听了以后觉得挺难受挺生气的 其实满回 就是心情挺高兴的 对 觉得过个年接回去这事就带过去了对吧 回忆起曾经的伤心往事 王先生泪流满面 他多么希望能与妻子孩子一起高高兴兴的回家过个年 可没想到 换来的却是妻子的冷漠 现在知道当时他不回去的原因了吗 不是 现在还不知道 我替你问问好不好 我来先听一下岳母 岳母你好 你好 女婿在这说 说当时您说 要回去带孩子一个人回去 这话是您说的吗 是 您当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这都快过年了 您还不求他们赶紧回去和好啊 因为他俩是打那个通电话就是打架 我又考虑着我闺女到那边去了 孤孤单单的到那边拿 老是因为那个所小小不言的老是吵嘴不架 我说你既然心楼不痛 你也甭回去了 回去一趟你打回家 回去一趟打回家 我也说不定是怨你还是怨姑 尤其说今天我也不愿意叫你回去了 就带家吧 这是您当时的态度 我就说 可是阿姨我问你 今天此时此刻 今天您向我们求助了 他们也得回去面对那样的一大家子人 如果回去又还是不痛快了 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他总得面对呀 我的意思 他总得面对呀 我是用那个想法 我就说 他们的事情 他俩老打架了 说不清楚 道不明 就先忍一忍 先躲躲 说 我的想法 就是说今天 说的好 说不好 我叫我闺女回去 用了啥呢 我闺女 她现在心情都没调整好呢 回去还免不掉 这个心情不太好 不平衡 她免不掉 说说话无的 她又搁合起来 又把这鸡丁闹毛病了 阿姨我问您 您觉得今天一年之后 您女儿的心情调整好了吗 现在她还没调整好呢 那也就是说还得在您这继续住着 不是 我就说今天那事情把她俩调整好了 她愿意回去呢 我不来 可是我心里也担心 把她心情没调整好 到那边还犯鸡豆 他俩又跟烟烟了一样了 没有 我过去还是那样 您觉不觉得当时的 就是那一天 您的这句话 其实对女儿决定回不回去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 对对对 你现在回想起来是对的 对吧 对对对 如果您当时不说这句话 有可能女儿就跟着女婿 回家过年去了 对 有可能就不会有这长达 一年多的分居了 有可能 有可能 也就是您看看这一句话 多么的关键 我相信今天您求助我们 也是您想明白了 也是觉得可能有些问题了 对吧 对对对 好 那推一下女儿的话筒 来 女士你好 嗨 你好 当天 您是为什么突然就告诉她说 你不回去了 她去了以后 我妈问她说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说是回家过年 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那个 好好说是把这个年过好了 可是她 到最后和我妈和我爸吵架 她跟你爸妈吵了一架是吧 对 就有一回 那管 所以这么着你妈妈才说 那就不回去了 也不是说因为和她 她和我爸妈吵架 才说不回去的 嗯 她是担心我回家以后 还会继续跟她继续吵架 所以说不想让我回家 下去了 你就是 你当天决定不跟她一块回去过年 是取决于 她那天去你家的那个表现和态度 没有让你们满意 所以你临时决定 对吗 对对对 还有一次 不知道她俩又用啥的 要走没走 她就拿刀比划她 在这个她来接你之前 你跟她是说好了 你要回家过年的 之前你也想明白了 就冷战一段时间 还是要回去 对吧 我是想回去以后 大家有 有一个好的 这么一个发展 但是我也同时有一个担心 怕回家以后吵架 因为我很了解她这个人的 因为我们每年回家都是那样 一心盼望的时候是回家能过个好年 可是到那去了以后就是生气 所以说我特别怕回去 您觉得在妈妈这儿过的这个年 虽然是在自己父母身边 但是离开了孩子 离开了老公 你觉得这个年您过得开心吗 比在他们家吵架要好一点 但我相信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份失落 对吗 对 肯定的 那天去了以后跟岳父岳母 还有一份 我妈打了她一个耳光 我再问岳母 岳母记得吗 阿姨您记得吗 我记得 我这回我想起来了 有争吵吗 有一回 有一回是她到我们家来 她俩们吵架 我说她这 说回来把我 我说我闺女大黄花闺女给你了 你这样对待她 打成那样 她说 你黄花闺女呢 你问问她是不是黄花闺女 把我气得我进屋 招她一个耳瓜子 她起来 她就说 你问我这打 你问我这打 比撑着她脑袋 让我让她上我跟前顶着 让我上这打 上这打 我儿子跟我老公 她俩们给拉开的 就打哪回 我是有气 我就说她应该不应该这样对 顶我 那这话说有点太欠缺了 这话怎么能这么出来呢 那早了 这不是这次是吧 在这之前 也是因为吵架 有矛盾 你们俩在娘家吵起来了 对 我妈唯一的一次就对她这样 真是气得不行了 他们又说这说那的 反正又这那什么的 你就离也行 或者怎么着 就他们家提出来说 如果离婚也可以 陪他们50万 对 开玩笑 所以你就觉得 不光是对你的妻子有这个气 对他们整个家庭 你都觉得 怎么都这么对我 所以你有一股 莫名的火在心里头 有可能 你打我闺女 我还没找 没问你一回忆呢 之前她一直记得我 那天大叔 你起诉过一次离婚是吗 对 是在什么时候 上个月 18号 她跟我打架 当天我们说要去县里头 嗯 去绕着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房 哪个心 秘语啊 对 结果当天早晨 她又说 我要充点花费 我说你带点钱吧 我身上我说钱不多了 她说你那钱呢 我说给我妈买了点药 给你妈买什么药啊 你没跟我说呀 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说了 她你什么时候跟我说 就用这个 然后就扔 就跟我吵 后来我就 我就说我确实是说了 我们俩的关键 就是在于 一个人说了 一个人说没说 后来实在没辙了 我说就让我没说 我说这次 我说这会跟你说了 不就行了吗 她就是大吵大闹 又骂又什么呢 大吵大闹 是因为她说要跟我离婚 她还几乎的不大骂人 那我问问她 来换个推一下这位女生 你好 当天争吵 的确是因为 她给她妈妈花了 二百多块钱买了药吗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我说她为什么不和我说 她却说她说 我们俩观念是在这个上 但是她一直就以为 就是我不想让她 给她妈买药 我们俩观点不一样 对 不理解你 对 但你呢又觉得 明明是你没说 你偏要说你说了 我就是在这个观点上面 你又觉得她呢 就非要跟你交这个汁 后来她也说 她说就算是我没说 现在跟你说 可是我觉得你要是说这种话 也不应该是很强硬的 这种口气 我心里边我肯定过不去 你好说好怎么样的 我说我心里边我也能过得去 但你这种说话方法 我接受不了 你这种说话的方法 我说实在如果这么着过不下去的话 咱们就离 是这么说出来的 然后 她又打我 又骂我 又吐我 怎么吐你 就往我脸上吐 吐吗 往你脸上吐唾吗 没一的一次 我去彻底失望了 那次是因为 抓我 我有时候给我脸上抓的都是伤 觉得从那我说 你要不想离我 然后我就起诉去 说你起诉去吧 起诉 我跟着你起诉去 你不起诉都不行 后来呢 你真起诉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 当天没起诉成 没起诉成 我就回北京了 她就回 然后她就非得逼着 我说你什么时候 我说我明天来 不依不饶的 她以前吵架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 就必须的 有 挟子底里的 我就是办点什么事 我跟她说 我是这两天我差不多 你哪天 必须给我钉上 哪天 听到这儿 我不知道各位专家是什么感受 苏老师 我 其实特别好奇有一点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 您凭心而论 您觉得您是个好脾气的人吗 我脾气我就感觉 也不算特番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 说起来 可以硬着那口气 就有没有跟妻子发生过冲突 因为您老说那个他脾气暴 您是会那种以暴制暴的人吗 逼得忍不可忍的时候有可能 会有一些这个暴脾气出来 因为我们两个就在讨论对于错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错了 他明知错了 我说你向我承认错误 就是从来不 但是孩子我必须向他去承认错误 就是说是我不承认 但是我不承认或者怎么样的 我是一种耍赖的这种方式 不是说是跟你打架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方式 虽然他有特别不对的这种表现的方式 但是或许是这样的一种强势的 这个表现的方式的背后 也许是他想要的那种心理上 被肯定的感觉没有得到一种满足 在我的心理就是他太强势 太麻强势这个词当说法 您是希望他能够理解您 他是希望您能够理解他 彼此都渴望理解的时候发现 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因为谁也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体谅他的感受 你比如说他除了你谁都不认识 除了你的父母谁都不认识 那么就是在这么一个小范围之内 他可不只有跟你有话说 你这儿夸他把他撂家里 他你走了他怎么办 没错没错 结婚的时候 比如从我们一般角度啊 南方那边甭管或远或近 或城里或农村 怎么一来准备房吗 准备房了吗 没有就是原来就是那老房 就是家里老房 对 就是你说的没盖房之前的 对 因为按照一般的这种 咱们就说一般 不说你们这个 肯定女方一般的就说 对吧 你要娶我 你或者她家人也待会有这么认为 你怎么一个最基本的 你一般的都要盖新房啊 你在农村 你看你也没盖新房 好不容易你们家 这是去年前年盖房了 这不是这矛盾引起了吗 对吧 你甭管他出多少钱 你想两万块钱 也可能人身边 他管的就这两万多块钱 因为你们俩到底有多少钱 你们都非常清楚 人家清囊 钱出了 结果一看到 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期望 当时结婚的时候没有 那十年前 现在终于有了 你哪怕 对吧 不写我的名字 起码写你的名字 对吧 你们夫妻嘛 这也算共同的 完了一写了 又写了你父亲的名字 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房 我都没说什么 现在了 你连这点要求 你都不能满足我吗 结底这房子是不是你的 有没有别人牵扯 刚才刘老师其实给了一个新的 你理解妻子的一个角度 你比如说说到房子的事 为什么你的妻子那么较真说 我就按照我的方式盖 他可能就觉得我结婚就应该有一个新房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满足他 对吧 经过你们这几年打拼 攒了几万块钱 能够起码供一部分 这个房子盖房子 能够贡献一部分之后 他就觉得 我终于可以满足我当年的一个想象 而你们家所有人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直反反复复听你在说 就是为一点小事就吵架 我就在想 每一次吵完之后 我不知道您是否去想一想 吵架的背后 这个女人没有得到满足的是什么 比如盖房子 她可能是没有尊重她 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和她的要求 就是小鸟一人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能把我撑起来 能帮我遮阴 比如说你给你一朵 买了药 没有告诉她 她觉得你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说这个 我确实是跟她说了 这事确实跟她说了 后来她就说老没说 王先生告诉我们 她与妻子总是因为一点小事 争执不下 妻子的脾气实在让她无法忍受 而妻子不仅对她的同事无礼 还多次与婆婆姑嫂发生冲突 她就是跟我妈 也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吵架 然后她抖了吗 不是还有一回就是跟我姐在家也是吵架了 给你姐也吵了 对 就是那年过年嘛 过年 然后我姐跟我嫂子 还有她 然后在我们家那是包那年糕 她们就聊天 闲聊天 聊天 我姐跟我嫂子说 就是说你看咱这过年 正在咱们的想吃什么 有什么 好的地方 有的那穷的地方 真是 什么也吃不上 要说嫁到咱们这了也还凑过呀 吃喝不愁 就是这么说 后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 从哪听着 她生了气了 跟我姐打起来了 她就以为说她了 我 我们家那怎么不好了 说我朝你们这 我有吃有喝 我们在那也不去吃不去喝 就因为这个 然后跟我姐打起来了 这有什么好打的呀 是啊 我就说 我就劝她 我说她也没说你 她是说他们 你也别上心理去 或者什么 别 就不行 因为她孤孤零零的到那会去 你这么说这话给她听 她不爱听 我问一下这个妻子 你是 你好 你跟大姑姐姐 因为这事吵一下呀 她的意思是说 说在那个 你就嫁到我们这 你就降服去吧 我就说 我说 我怎么叫降服呢 她是指着您 就是说指着你 就是说你嫁到我们这 是吧 对呀 她就说我 她说你嫁到我这 你就降服去吧 我说怎么降服了 我说他们家 这么些年了 我说我吃也没吃好过 我从来到他们家 就是咸菜 鸡菜粉 因为我这其他菜 我吃不了 鸡肉里面放猪肉 然后还都是那样 我就吃不习惯 过年的时候 连一个炒菜都没有 我就没吃上可口的饭菜 我到他们家去了以后 头一年这样我受不了 第二年受了受不了 第三年之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说那你就敢 你给我炒个菜吧 我就这样说 我说我到你家来 我没吃上一口 好菜好饭 说可口的饭菜 过年没吃过 我说要房房没有 要钱钱没有 我怎么就要到你们家 我怎么就要到你们家 享福了呢 他让他住这 到我们家连个炒菜都没有 不可能啊 这么多年了 他今天我刚知道 他有这种想法 你们俩 您现在让我感觉到 现在都一股气都顶着 你们再两个差 对 就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句话 你们都是南辕北辙 我做什么 他都不再同意的 但问题是我发现 问你提了以后 他不承认 他我就是这样 他说什么 不按他的还不行 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看上你 所以我刚才想问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自由恋爱吗 对 他看上你的 还是你看上他的 最开始 我先追着他吧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都挺美好的吧 还可以 结婚之初也没问题 对 那问题在哪 你现在有没有总结总结 是因为这个 当时彩礼没到位 因为这个也跟我打架 我嫁给你 也没图什么 什么也没给我 你也没给我房 真是无条件的 这样吧 我请你太太先上来 我想听一听 看看从她的角度 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 综合来帮你们找问题 好不好 你先休息 我听听她 你坐 在今天录节目之前 我久没见到丈夫了 18号那天 她去起诉离婚 我给她送的护股本 送到我们家孩子的 出生证明以后 再也没见 你是特别想让她离呢 还是不想让她理解 我特别希望让她能理解我 你觉得她现在很多事情 都没站在你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对吗 不止现在 从我们结婚开始就没有 我就像刚才说的 她去她同学家 去喝酒 是干嘛的 我说我去你们家 那是那么长时间 我人生地不熟 说话我也不能理解 因为他们家那边说话 有口音 我能听懂5%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人家可能跟我说三遍四遍 人家要不是对着我面 跟我说话 我都不知道 人家是跟我说话的 就这样一个态 这样一个 你去喝酒 我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特别能理解 你说同学 出去玩一下怎么样的 我只是希望 你能让我心里边好过一点 然后你去喝酒 去没问题 这都不是事 你让我心里边好受一点 我也不会那么没有安全感 那么孤独感觉在那儿去 但这些其实 可以通过沟通来 对啊 她不管我 她回来 她就跟我吵架 我跟我同学 去喝酒怎么了 她就这种一个态度 那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就这种蛮横的这种态度 她站在她的角度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你们结婚之后回家 她是每天晚上出去喝酒 还是说就出去两次 不是说每天 也不是说是偶尔一两次 反正就是属于经常 大概比例是多大 你们回去多久 比如15天 她会出去喝几天 15天基本上是在七八天吧 50% 差不多 比例很高的 其实在喝酒这个问题上 我只是觉得 对你的心理会造成一些影响 最重要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这个房子 我知道这可能是心里的一个景 对 从那个房子开始 初前又愿意出力 不仅没有设计权 连产权 名字 什么也没提 没有 这可能是你心里的一个重大的景 对吗 人的一生 结婚 生孩子 房子 这是三大事情 我结婚的时候 懵懵懂懂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要求 然后我和你结婚了 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五天出院 回到家 第六天的时候 晚上和我吵架 这事还不跟我说 我说为什么 他不关心我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其中的一个事 我生病 我从结婚 头一第二年 上他们家去 给他们家干活 腰疼 就是扫地 不能弯腰 洗了一个手 煮着玻璃杆 然后这样扫地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疼 我说我疼 弯腰都弯不了 没办法 也不理我 也不说话 也不理我 不是不理的 我那有时候工作忙 他是跟我说 我说你去看 说我说我很生气 然后到现在 那别干呗 那活别干了 我不干不行啊 他也不管 衣服也不行 或者怎么样 他也不管怎么办呀 小伙子这孩子 谁看的呢 我一直都是我 就是你丈夫工作 你看孩子 对 看到几岁啊 看到一周半 一周半之后 那孩子改谁看了 我带 然后我也挣钱 开小麦布 在北京 你们是开小麦布是吧 我开了半年的小麦布 因为我孩子一岁半 太小 弄不过来 那个 就后来就 小麦布就不开了 而且第二次 我也是又怀孕了嘛 怀孕 就是因为我那次怀孕以后 他就把我打脸 脸红色 就是这儿 现在还是一个包 你妈妈看到的 那个照片 那个是吧 她为什么要打你呢 因为我怀孕 我特别难受 恶心 就是 就是找不到北的那种感觉 头晕了 头晕脑胀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二胎也不能要嘛 那我说 你就回家就 就把孩子就做了吧 做了 也得有个时间 那小麦布也得说 是有个人 那样的嘛 那就让她姐姐来 我说 让你姐姐待两天 她姐姐来以后 头一天来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说不行 那我得走 我说那这个何苦呢 你昨天来了 你今天上午 你就算要走 她说 是因为没有赞助证 那赞助证的话 没问题 那在北京也这么长时间了 最起码我们都能 肯定能管着你 那不行 反正就那意思 就 就我俩就说话 就说不到一块去嘛 然后我说 那你就等着吧 等你姐走了再说 就因为这一句话 就把我打得浑身 脸头上都是重的 那次是 那次头那脸 对 脸是大重的 大血愉快的 都在这眼睛蒙着 把你揍成满脸 对 到什么程度 那个包 头上这儿的 这么大一块紫的 脸上这儿青的 怎么打呀 这个 哎你这边打呀 这个脸肿的 怎么打你呀 拿拳头 因为那次吵得特凶 就跟我打跟我闹 这时候呢 这不是第一次打我 这是第一次比较严重的打我 就结婚以后 就以前就打我 结婚那头一年的时候 他在床上 一脚就踹我肚子上 给我踹了 当时憋气憋不上来 这是第一次打我 我想问一下 推一下这个先生的话筒来 先生你好 你好 你这把人头上打一大包 脸上都打死了 直接上拳 脸上打 这是你干的事吗 这确实有 确实有 那次是因为是 我也忘了是什么事了 反正是我没什么 给我气的气的 就是说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吧 怎么气你了 当时事情你还记得吗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忘了 那你知道当时他在怀孕的期间吗 那次是做完以后的 甭管做完之前还是做完之后啊 做完之后更可怕 别人身体还特别虚弱 你直接上去就全打脚踢的 就那次也是因为什么去的 也因为什么 反正我忘了 我就说不说原因啊 先生 先把原因抛开一边 这个女人就像按照你说的 你想她小产了 特殊的时期 你还把她揍成这样 其实这些我都 也不是说不能原谅 其实这些事情过去都过去了 我也不再往心里边去了 但是他的态度 你知道是什么 我错了 我打你的我错了 他说我错了 你就得你就 就你这样不依不饶的 这样对我吗 有时候都是他心 老是打我 我才动的时候 疼不疼 难受不难受 我让你尝尝 我就实在受不了 他对跟我说话 就这种态度 就受不了是这个 他平时在家里 是不是一个 不爱多说话的一个人 他就尽量不说 他就不说话 基本上不说话 话本来就不是吧 对 更别说什么贴心人的话 没有没有 更没有 没有 结婚前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结婚前也是这样 但是从我们结婚以后 因为更甚了 也是回到他们家嘛 回到他们家以后 有的时候跟他生气 我说作为婆婆来讲 哪怕你劝一句 你儿子 或者你说两句 我也不是说 这让你儿子 怎么怎么样去 那你要是 说你一句儿子 这个什么的话 最起码我心里边 我也过意的去吧 我也好受一点 他妈刚好说的 他那样做的不对 那你就怎么怎么样吧 那你说我这个活 我本身我就难受 我就挺憋气的 结果你还让我这样 那你说我这气 我怎么办呀 我跟他又说不通 跟婆婆婆婆婆 婆婆有一句好话没有 就到我这儿 就是这个 钱瘀在身上了 对呀 那你说我怎么办 你说我还能活 不能活 我就想象这个问题 你这身体 没去过毛病吧 子宫肌瘤 多发现子宫肌瘤 然后这边 这个地方 我现在往里边 一摁就是一个包 从来没管过 我去年的时候 我自己去东方医院 我去查的 查出这个病理 然后我告诉他 说我这么年生病 这样 然后他说 那有病就去医院 去医院实在不行 就做手术 好了 这一句话就过去了 这就是他说的话 说完话之后 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这就唯一他说过的话 就这样就行了 也不是说 他不管 他不关心他 就之前我在听你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 特强势的女人 他上来以后 你这一番讲述吧 可能是一个要爱 但是就要不到的一个女人 听他跟说 得不到他的爱 就总是在使劲地找他要 跟他沟通协商 但你丈夫好像 特别木讷的这方面 他也不善于沟通 我不善于表达 有什么事 我也不爱说 我现在是 所有的好话都说过了 就是该说的话 我说过了 不该说的话 我也说过了 然后现在也不管事 然后现在我总结 我的现在是怎么样的 我跟他说话 就是话 我说不对 我不说呢 他还非要让我说 我说完了以后 他就还要挑我的毛病 跟他没法沟通 一说话就长 我现在就这样一状态 我有的时候 挺郁闷的 真的不知道 你感觉到没有 沙老师 作为女性 我听他讲 我心也挺堵的 我觉得他现在这种状态 我就想到一个 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我们无法叫醒 一个装睡的人 但是我特想问他 他变成装睡的呢 就是从一开始 你们俩感情那么好 然后他追您 然后您就不顾一切的 没有发钱 没有很多物质上的条件 你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是什么让他变得 现在对您这么 漠不关心的呢 你想过没有 您是不是有点太强势了 对他老是这样说 我强势了 跟他说话他就长 他一点面子不溜 那是不是有的时候 您把自己的那些感受 都放大了呢 我没觉得我放大 我就是实话实说的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 你对他好吗 我觉得 百分之百了 就是有一天 他说那个钱呢 给婆婆买药了 嗯 您也没有问过他 妈怎么了 买这个药 他身体哪不合适了 他妈的那个 他妈那个时候 有风湿 我知道 以前我知道 以前我也给他买过药 也知道那件事 就是在那件事上 你有没有关注过他 就麻达身体 如果那些吵架 不是因为说 你们俩的纠结点 不是因为说 他是不是之前说过 后来又改成 他没说过 怎么之类的纠缠 而是在于 您改成一个 老公妈最近 他身体怎么了 是不是要去看看他 因为我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你是没问的 没有像这样问的 对不对 对对 刚才沙尔老师 他买药 我也承认 我也不是说不让他买 就你买药可以 我不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我就是觉得 他没和我说 实际上 你们俩其实都不合格 嗯 就是你的丈夫 对吧 不会花言巧语 当我们把那花言巧语 带上引号了啊 基本上用你的话 体贴的话 嗯 关心的话 一句不给 帮我有病 一句都不给 帮我能给 也不给 同样的 你注意 他刚才上去 说你 对吧 一见一见面 就哼到他 包括有有责任 没责任 都是他的责任 尽量我有时候都不说话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他就认为 我说话错误 他就可以生气 你知道我们的观点 是什么吗 我永远是在前一步 他永远是在后一步 我们俩做事也好 就是思想也好 都是我在前一步 他在后一步 就是他比较被动 是吧 什么东西都是你先提到 他从来也不主动 往那边去想 是不是因为你总是 走在前面这一步 他在后面跟着你 对吧 你是引领他的 他跟不好 他跟不好 不是跟不好 而是男人的心里 他会认为 我干嘛跟着你 这个女人在后面 我干嘛跟着 你的屁股后面 对对对 有时候会这么想 是他推着我 往前面走 他就让你在前头 对 这个我注意到 一个细节 就是您的先生 之前是从事这个司机工作的 是吗 开车的 嗯 头几年的时候 不是 就是从我们结婚以后 05年 05年就到他 就是他上一个单位 嗯 05年到现在 8年的时间 天天三四年的时间 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你干了三四年了 我说你在你们单位 怎么一点 就是一点进步 也没有呢 对 你说你没有进步 我也还不说你 我说孩子有了 家庭你要照顾孩子 你也到妻子 你也得照顾 你作为一男 我觉得你 你得照顾一个家庭吧 这个单位 你要没有这个能力 管我们的话 那你能不能换个单位呢 换 换就是不换 一直到现在 你看 这个就是思维方式的 这个非常 这个已经报道出问题了 对 那个刚才我为什么说 要提您先生的这份工作啊 因为我的本意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有过这种调查 是司机这个行业 是一个高压力的职业 所以就说 从事这个司机行业的人 很多你说这个开着车 尤其是送货的 在单位上开车哈 他其实承受的这种压力 要更强一些 他更强 所以我比他还要强 我夜里面 我都 我们家孩子 孩子怎么样的话 我都 我都 我都不敢让他夜里面起来 为什么孩子 我一人带就是这样 因为夜里面 我要保证他休息好 我不敢让他去带孩子 我怕他白天有什么问题 哎 你是 您听懂了苏老师说的话吗 我知道 他就是说 像他 他有 工作比较有压力 让我理解他一些 就我是在理解他 但是我觉得已经到我的极限 那你觉得你这有压力 你 就是不能换一种方式吗 我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 都会理解人 理解真的是相互的 就刚才您 其实第一段 断我的那个话 我们就听出点问题来 您的先生 可能一直是做司机这个行业的 您就跟他说说 你看你怎么不换份工作 做这个行业 没出息 没有发展 其实你要知道 这个男人 我们都说一个要面子的 大男人 他其实在哪 两方面最要面子 一个是在自己父母 家人方面 然后另一个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职业方面 但在这两个方面 您都没给他留面子 同时他 心当中 有些时候 积攒的这个压力 在家里 又没法爆发出来 所以刚才您就说了 他为什么会对您使用暴力 但是我们说 这个暴力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不是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您的这种不断的拱火 您想要的这个东西 其实您觉得说 我理所当然 我就想要 但是您要想想 您要的这种方式 特别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 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 我就特别想让这个孔曼 给我一样东西 就说我想要您手里 这个这个盘盘 这个这个提板 我就跟孔曼这样说 说你把这个给我 干嘛给你 就得给我 干嘛要给你 欠你啊 你看这是一种 好笑 然后另外一种说 哎呀孔曼 我觉得你这特好 我现在特急用这个 拿去吧 没事给你个多了呢 拿拿个去 没事 假如他是您先生 您想要这东西 您怎么问他要 我会说如果 咱们俩在一块 想好而过 最起码有个人的态度 我是想让他 把这种态度转变 然后让他主动给我 其实他们俩 你可能就会说 连个基本的悟性都没有 他们俩是都在期盼着 对方先改变 对方先改变 可是这种要求 如果说对方达不到的话 就肯定会演变成 今天这个将军的战争 现在不光是 你们俩的问题 已经上升到了 影响到你爸爸妈妈了 对吗 因为我在我们家 所以说我妈 我爸会操心 你在你妈妈那 现在快一年了吧 对 你在家里上班吗 工作吗 那你现在主要的生活 来源怎么 靠什么 我头段时间 上了几个月的班 然后现在就再也没上班了 在爸妈那边吃住 对 你想你自己的婚姻 现在又影响到老两口 说实话 你妈妈刚才上了 一上了眼睛里含着热泪 我就宁可 说我们俩在外面生气打架 我也不想回到我们家 让我妈操心 因为我妈 我爸操心 是这样 她是想着让我们俩个 可是她的父母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从去年过年 就是现在两年 整整两年 没打过一个电话 包括我们家孩子 从出生 就是到现在 没打过一个 说你家 说千千怎么样 怎么样 好不好 怎么样 没打过一个电话 而且这两年的话 没给我 打过一个电话 就是说房子没 房子盖的 现在没钱了 你给我送钱来吧 这是唯一的一个电话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两年当中 您给家里打过电话 我没打过电话 因为我跟他吵架 吵架 我就 对呀 第一 我怕的是什么 我怕我在因为 我的心情不好 惹其他父母 不高兴 你没有打过电话 给老江 您的解释是 心情不好 那你想想 您还是一个晚辈 他也没打过电话 所以说要求父母 给你们打电话 可能这个也有点 就是我们家 见底薪 但当然很多问题 要怎么去拆分来看 他刚才说 去年他爸住院的时候 为什么我走 是因为他妈说 我不让他们 老两口 好过了 他妈妈说你 因为那时候 我跟他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家盖房 房子盖好了 就是没有的那种 然后他们家 打警的同时 因为打警 什么活也干不了 就只是看着这个东西 在打警的同时 你干点别的活 对吧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失了多少次了 不动话 他就是不动话 他要说跟我 这么好说话 我不可能这么跟你喘 那我跟你说不到 一块 那我就走吧 我也不在这 待着了 我在这 待着半天 啥也干不了 然后他妈就说了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早死 那你说我这 我根本不是那意思 你干嘛说我说这话 那你觉得我不冤枉吗 我母亲一般的话 不会跟他发生什么冲突 他们没有大的厉害的冲突 就是老子那小鸡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呀 是之前就有矛盾吗 没有 就冷不冲 就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就因为我打电话 说我要走吗 他妈就这样说我吗 你们结婚十几年 十一年了 你们十一年 这个局面好像 最开始就不太好 你有没有想过 这十一年 规划一下你们的生活 既然在那生活的不是很好 你想北京 有这么大的发展 你有没有想过 往娘家这么靠呢 要是这十一年 有的是机会 可以规划一下 我规划没用 不管用 试图有过这个想法 是吧 对我是这样想 但他不这样想 他就得回家 但他不是今年也说了 到你们密云县城 找个门点房 这是今年说的 那我们去年的时候 他就没这样说吗 对啊 这是一个变化吗 对 是一个变化 就是说明 他还是挺想 跟你贴着心过日 他就想贴着你 哪怕那边不行了 咱也贴 贴到北京来 因为他把他们家房子 盖好了 他心了 那房子早晚 不都是你的吗 不是那边都承诺了吗 都是 他个个也不要吗 那房子只不过是一个东西在那 那东西有所谓吗 那东西 你的意思就是说盖了 其实你也不可能 跑那边住去 对吧 我是觉得那房子 只是一房子 那不是我心里边 想要的东西 他老说那房 是我为我爸妈盖的 说实话 我把这钱 偷给你的同事 我已经无所谓了 你爱是谁是谁的 但是我就想让我有一个心 你能让我心里边平衡点吗 原来就老让我跟我哥分家呀 或者是把那户 房货过到我身上了 我只是想让你对我好 你对我心 让我心情能不能舒服一点呢 我真的是挺能理解他 但是我也挺能理解 就是你老公的 农村的孩子盖房子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可能他这么多年在外的打拼 给父母有了一个交代 所以可能这是他的一个心结 现在他终于把这件事了了 他接下来也要考虑 跟你的关系了 所以为什么七年 他会有转变说 到命运县城 是不是能做点什么生意啊 往你这边靠靠啊 就在他心里 一样一样的来 当然他可能把那件事情 排在前面 我再问一个问题吧 女儿八岁了是吧 你刚才说已经好几个月 他没回你那家来看了是吧 那就等于也没看到女儿 那打电话吗 不打 那你怎么跟女儿解释呢 不提 我让他跟他爸打电话 我让他说什么 他就说一句说完 就把电话就挂了 那孩子等于一直跟着你在北京 在妈妈这边上学 你家孩子一直 从小就是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在 他爸基本上可以说是 不能说是一点没管过 就是百分之可能能这样自己管吧 白天他不管 晚上有时候也管 下了班回来 那孩子怎么看待你们俩的关系呢 现在 孩子现在懂事了呀 八岁 那天他说的 他说你要离就离你别 这样 你这样的 我很难受 女儿跟你说的 说明女儿已经开始在 为你们的关系感到恐慌了 他不让我跟他爸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我就哭 打电话就吵架 他就怕我生气 他就不让我跟他爸说话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杨女士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多年来 她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丈夫无微不至的关 可等来的却是无休止的争吵 杨女士想要的爱情 似乎在这段婚姻中从未实现过 那么对于这段婚姻 此时的杨女士还会坚持吗 你还想过吗 我想好好的过 还是想好好的过 好 你们这句回答非常好 我把先生请上来 看看怎么过 你们两个人都是想过日子 都想好好过 但是谁也不饶了谁 他最后我问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你上来 我第一个问你的问题 他的答案跟你一样 可是现在我就有话不明白 我们就整天吵架 老叔我惹他生气 我惹他生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整天惹他生气 你们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吧 对 我这样好不好 现场来这么多阿姨说什么 我先从这个角度 我看观众们看没看明白 你们俩的问题在哪儿 看看这些生活智慧者们 都是怎么看 你们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你们觉得问题在哪儿 我觉得就他们俩 就是这个女同志 她说话没有让这男同志顺心 这男同志也没让他顺心 完了反正 我觉得如果要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如果要是互相能赞美 如果能肯定对方的优点 我觉得他好像是就 你比方说你像你婆婆 你上来没怎么提过你婆婆 你要是跟你们家那位 要是老提提他妈怎么怎么对你的关心 或者是怎么着的 我觉得这么着家里头是不是会和谐很多 这个男同志呢 要是也那个多赞美赞美 这个你太太 我觉得应该也那个什么 是不是 他们家就是赞美的少 这个大姐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赞美 生活需要赞美 太有生活智慧了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就是说原因在于大哥这一块 其实嫂子需要更多的你来哄 我就认为就是女人真的是用来疼的这一块 女人是用来疼的要哄是吧 哎呀这大姐听了高兴 你看眼泪都要出来了 真的大哥 这个问题真的出来了 他老公四十多岁 还不如别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呢 你可以这样想大哥 你看当你们俩搞得这样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大姐的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 你看你现在是怎么对大姐 就是要找那个恋爱似的感觉 是吧 好谢谢你啊 我觉得这小伙子说到 也说到一个点上了啊 这是没错 比如说这个妻子呢 你看他的要求 没有大事 对 妻子谈到这个爷爷奶奶 都没关心过这孩子 也不准打个电话 当然了 先不说你的问题 我们就先说这个男士 小伙子 你有没有给父母打电话 主动打个电话过去之后 说爸妈孙女想您了 通个电话 然后呢 把这些信息转达 转达给老婆 说爷奶那边挺惦记孩子呢 你看咱们什么回去 这是你的工作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谈这些事 这是我的经验 再有一个咱有情绪的时候 能不能调整一下 能不能咱把那种愤怒的情绪 在操场上跑个四百米 不行再来一圈 跑个一万米 你看你还能动手打老婆吗 就是自己学会情绪的转移 而不要对自己老婆 打这个闺女 是这个事情啊 鼻子给我说说个承诺 以后怎么办 妻子在场上讲的时候 我想你听到了吧 都听到了 对 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吧 还算可以 你觉得妻子在场上讲的时候 跟平时的状态 是有过之呢 还是还不如平时的那个状态 就他的声音的分贝啊 和他声音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啊 我们俩就没有说 说像这来谈话是这么说过 平时都是这样的 他说话 咱们不是说隔什么百八十秒吧 反正都能听见过 不吼就不张口 所以一定是特别大的说话 对 甭过在什么场合之下 嚷我就 你就想动手 不是想动手 我就不想说话了 对啊 再说说极了就动手了 咱们不是说 经常说想动手的 就是说我觉得特烦 老这么嚷 我觉得特烦 特烦 心里的感受是特烦是吧 对 就是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 我也有时候跟他嚷 就是吵 就是可以吵的时候 通过他刚才的一段讲述 你您班的你妻子 现在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了吗 也说过 兄弟就是关心 关心 疼人的话 好像就是那点 比如最近检查出来 这个子宫肌瘤了 他说你检查出来以后 连一句安慰他的话都没有 直接就说 治病去医院 也不说没有 也是问过 也问过呢 也说过 我说到医院再去家 查查说怎么着呢 不行做着书 或者吃药 我们在那会儿是闹得最僵的时候 这些话在你看来 其实是不够的 对不对 就是等于没说一样 在他眼里就是说 我做什么也不行 做什么也不对 这是根本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 你认为妻子从来没看上过你 有可能 你觉得他看不上你的是什么 现在也没有房 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有能力让他跟你儿过上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是吗 对 你又没有想过你妻子 他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应该是关于他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稳稳当当的 所谓的家就是要有房子对吗 对 因为有时候前段一些日子也吵架 因为什么一吵架就是 你给我买房子 就必须的买房子 不买房没得说 就像他刚才说的 他永远在你前面一步对吗 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你们家 他想的比我想的多 所以很多时候你是愿意听他的 他对的话我可以听他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 你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妻子刚才这一番话 觉得是你们家的核心的问题吗 这个男人这几年 没有能力给你买上房子 没有能力让你过上很好的日子 你在心里是不是经常怪他 没有 那为什么吵架的时候 会把这个拿出来 我说他不关心我 他就说他没钱 我说他没跟我说 他就说我不想让他给他妈买药 我们俩说话都不是一个问题 根本就 我结婚头几年的时候 很担心我没有钱 但是我努力工作 我努力赚钱 我现在不担心钱的问题 我不担心房的问题 他却说我在关心钱 关心房子 就说话总不担心 他一直跟我提那个 就前一天打架也是 就我是一位房子 就我又要一个家 就必须给我买房子 没什么都没说 在哪买 在北京买啊 对 你是拿这个来气他呢 还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要抓住我最后一根稻草 我爱情得不到 关心得不到 人也得不到 财也得不到 你最后想要房子 我就想要房子 可是他哪有能力给你买呢 那怎么办呀 我没办法了现在 我要人也人也没有 要见钱也没 什么都没有 你愿意 穷腹你再忍着吧 可是他 房子房子 就像你对他的要求一样 又跟他打不到了 我就想让他关心我 他也不关心我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我还能怎么办呀 其实你是试图通过要房子了 要他的关心对吗 其实要房子呢 你也知道难事不可能 所以希望通过一个这样的方式 逼迫他来关注你 你试试这是您的思路是吧 就是您还是把爱放在第一位的 因为最初的时候 你也没有涂他什么房子啊 对 钱呢 是个月收入多少钱呢 没有涂这个 直到现在您依然是在坚持 但是您那句话呢 又被先生误解了 因为先生没有通过您那句话中 读出另外的声音 是您在告诉他 你好好爱我 这些都不是事 这就是家庭沟通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说我生病的时候 我希望你来关心我 你陪我去医院 我在检查的过程中 你帮我这个午餐也好 晚餐也好 买好 你看我们就落地了 对不对 你说点这样的事情 他能听明白 你们这个鸡压 这个安在哪 比如你们这个 几个月分居之前 基本这家是安在哪的 我都没听明白 北京租房子住 我们一直都是 就是在城里头是吧 对 那就说你往下 一个最现实的 夫妻在一块 包括还有一个女儿 你们这个家 你无论那租不租房 因为租房子也能 当然有一个就基本上的 叫职业家 你基本定在什么地方 我想这个是你们俩 应该达成基本的故事 比如他刚才说到的 想到 命运县城 命运县城 有没有发展的一种可能 从你来看 或者你愿不愿意 接受这种发展可能 愿意 对呀 这不挺好的 这不就近了吗 那边一个是 离你父母也近 你先找的什么 先找的基本的 大家能达成一致的 就这一点能不能 我问一下 这位先生 可以吗 你那个想法是真有 那个想法吗 有啊 就那会儿回去 一直就是奔着这个想法去 那你俩一块去找吗 说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是不是 然后确实是一个家庭当中 有些时候这个经济的一个条件 是左右着夫妻两个人 包括这个家庭整个能源的这种心态的 所以刚才我其实听您先生的这个表达 最后那段表达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他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 这个习气 但听到这儿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男人 所以我就现在想你们家 为什么说到了现在就是彼此都不愿意给彼此好脸看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 但是现在三十四五岁的人了 然后工作都没了 这其实背负着一个非常重的这么一个心理负担 那你现在说你得对我甜言蜜语 你得对我好点 我相信没有哪个人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从现在开始 咱们先想想就说怎么能够两个人在一块 先想想找份好工作 先把这个两个人包括这个小家庭的经济这一块给经营好 然后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找工作也好 找门脸也好 自己干也好 对于现在我们俩这种状态 这种脾气或者怎么着 要是如果没有改进的话 我觉得什么也干不了 争吵有两种 一种是积极的争吵 一种是消极的争吵 积极的争吵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沟通了解达成一致 那消极的争吵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不高兴我就要发脾气 然后我就要吵架 那你们俩现在每一次吵架都是这种消极争吵 不是对家庭建设有意义 或者有帮助的这种积极争吵 其实每一对夫妻都会吵架 到我们吵架最后要解决问题 我们为什么吵 吵完了以后我们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女士啊 我觉得您总是在关注自己的感受 其实您特别忽略了一点 您现在是母亲 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考虑 就是你还有一个孩子 刘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 就你那个八岁的孩子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您知道是现在你们夫妻俩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对你女儿未来的选择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良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这对夫妻你们两个人首先要学会怎么相处 然后我们怎么去把家庭的建设达成一致上 我觉得刘老师这点是特别好 现在这个孩子虽然八岁 但他们他已经显现出问题来了 这个孩子对爸爸可能已经很漠视 很漠然 对妈妈呢 他也觉得像刚才他说的那句话 那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哭你干脆就离吧 就他这个话已经是非常成人化的 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当中来了 所以行了我孙女 我也孙女的 女士强调了精神层面 强调了爱 刚才苏勤老师呢 从另外一角度物质 我们真的是要两条腿走路 但是如果说他们就是一个方向 说现在就是干活去挣钱 我估计是女士不干的 因为女士在精神层面的需要是更强烈的 所以呀两条腿走路 既要抓物质 也要抓精神 在节目终止之前 您给他们做了一个测试 对 终止之前呢 二位做了一个症状自评量表 叫SCR90 因为我们测的包括感觉 情感思维 意识行为 人际关系 生活习惯 睡眠等等 多个方面 包括强迫 女士 您认为您二位 谁的状态更不好 比如说失眠啊 人际关系更差一些 刘可人他会比我要不太好 对 那么他这个状况哪里来呢 一个是家庭中许多的琐碎的事件 生活的压力 对未来的一种期待 多种因素促成新生背负着更沉重的负担 所以大家彼此体谅 您有身体的原因 他现在心理方面的状态 并不比您好到哪里去 我们简单的解读到这里 那我们就想 女士 今天从这个量表开始 打开我们走进丈夫内心的一个通道 我简单解读 比如他现在忘性大 担心自己的仪表 同时感觉到孤独 没有人理解他 情感容易受到伤害 感觉比不上别人 难以入睡 这就是有失眠的问题了 睡得不稳 不深 等等 我简单 可以了 所以 这是从心理测试 两表上看出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给你是一个建议 在您需要得到他爱的同时 现在也需要您给他更多的爱了 先生 您自己在来这个节目之前 不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的问题吗 没有 没有意识到 但就是感觉到心里很压抑 对不对 您告诉我这个压抑 是来自于什么 给你的压抑最大 就是现在我的状况 就是说 能不能走到最后 你们俩的关系 其实让你感觉到很有压力了 对 先生 你能告诉我 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哭吗 没有人理解你 就像你刚才测试里面写到的 提到的 对吗 可能 妻子要的是 你的呵护和你的爱 但是当丈夫哭的时候 或者当丈夫内心在流泪的时候 妻子也没有及时的给到他这种抚慰 和心灵的这种依靠 先生 你能告诉我 你希望当中最满意的那个妻子的状态 是个什么样子吗 就是 也别那么强势 别那么强势 说话 可以说 有什么商量什么 说什么 没怎么着呢就急 稍微的温和一点 对吗 那我能不能理解 你提的这几点 恰恰都是你妻子 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 我能感觉这个丈夫是非常非常 在意这段婚姻的 她是很不愿意结束的 她对未来现在可能还打空不好 其实她提出来妻子的这几点 这几点 我觉得她 还是她内心里头比较缺的 我就感觉我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 不理解 不尊敬 其实你刚才谈了你很多 有心中的郁闷 包括对丈夫的期望与落差 但是你实际想想 我们在北京这个城市生活 就是她的压力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比你一点也不小 你想一个社会 对一个男人的这种压力 和这种要求 真是挺大挺大的 你看我们很多女性不行了 我们在家里养孩子 我们不工作了 对不对 但是你想男人要如果这样 他肯定是不行的 我一直认为这个婚姻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同盟关系 就说这个婚姻不一定是靠爱情来维持 他其实是靠这种彼此的责任来维系的 其实说白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在北京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可以依靠的人 那靠的就是你们两个人 如果说能够彼此依靠 彼此取暖 然后支撑着能够干点小事业 然后共同的拧起来来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小日子还是挺有笨头的 但你说你们现在非要在这个内部 先把这个矛盾给调起来 然后彼此战争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件特别不负责任的事 这先生其实您刚才在台上 有一些表述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人成分的 不能说因为这个 您会有一些这种抑郁的情绪 我们就说您这都对啊 就包括这个您对岳母的很多的表达 我们其实听着也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今天 您也应该跟这个老岳母表个态 就表达一下您的这种歉意 至少现在人家还帮你带着孩子呢 对不对 让我顺着那个苏青老师这句话 我希望你今天也要做一个评论 无论将来与你和妻子发生什么样的口角 永远不能再负一拳头了 真的咱们大的改变啊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但咱先从身边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如果这件事情你要如果能做到 我相信你未来干什么都能成 如果这件事情你做不到 未来干什么成不成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观点啊 就是一个男人如果动手打老婆 那肯定就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是肯定是在那 这个角度是要批评的啊 刚才也交流这么多 那么下面呢我们设定一个这么情境啊 看看二位通过一个交流之后 有没有一些调整 因为过去的状态我们都说完了 现在展望未来 二位不是准备在秘密县城 要做个小生意 现在看中一个门脸 这门脸呢 这就是那房东 昨天谈好了 租他家那房子啊 那门脸房三千块钱 可是我走到这也在找 你们来交钱的时候 我过来来捣乱了 我也看中那房子了 咱们看看 遇到这种情境 你们两个怎么来处理呢 刘老师扮演的房东 是一个一个的演 一起来 一二一 交钱来了 我也看中他这房子了 我才跟他谈 您这房子出租吗 我看您那写着牌子租出去了吗 等等先生你想租房子 我觉得您那门脸不错 我正好想做点水果生意 你准备 这房子太好了吗 您这儿这个 三千五 三千五 三千五可以啊 三千五可以的 先生您贵心 我姓马 马先生 那个 这边借不说话行吗 咱们 什么事 那房子是您的 没有没有 我我跟你打电 您怎么看 这个房子行吗 这个房子 我觉得还可以 做水果生意吗 我从那边也看了一个房子 那边这房子 比这个房租便宜一点 但这房子能 那个转费高点 转费 他这不是 那不就是老板吗 那不就是房东吗 对对对 他三千五 我跟他正在谈着呢 老板您那三千五 怎么着 不 当然有一前提 您昨天来一个客户 当然 因为人家 比你先来嘛 昨天谈的是 三千 人家还交了 那个 五百块钱的定金 你也在刷呢 千五百块钱 我不知道这个定金 哎 好像就这俩客户 对 昨天当然 因为昨天定金 因为我们这房已经定了 因为当然也没最后定死 就是啊 但你要愿多出 你知道让我挺为难的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 那当然 您只要不太离谱 您说一下 就吧 这样 您这边 怎么着 这个房子 我觉得 然而是做水果 可能还不太合适 这不是水果店 这不是水果店 这两个老板娘 这不是生意做挺好的吗 我都问过他们了 因为这个地方吧 我们跟人做 可能不太一样 老板 我们在这边 定金已经交了 您做什么事 您做广告 因为我以前 做广告的很多年 我们也是 做这个广告 这个地方还可以 做一个广告设计 对 我们是长西 但是 马老师 行了 别谈了 别谈了 非常好 我想先问一下 每一个人 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妻子 太厉害了 精明 能干 而且会实眼色 这个非常会懂得 这个掉狐狸山 把马老师 掉一边出去 然后老公这边 就迅速办事 特别好 夫妻感情很好 能配合的非常默契 都互相能谅解 能那个原谅 我就高兴了 看出一个细节 你会发现在 做生意这件事情上 这个妻子 明显是总经理 那个就是当副手的 然后至少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这个先生 您不服还不行 您妻子 确实挺有 做生意的 这个思路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先生 有些时候啊 您这个 该听同妻子的意见的时候 该听听 适当的也 也表扬一下 就是跟着妻子 学学 没准这个生意 真要是做这么一门脸的话 跟着妻子 这个经营思路 真的没几年 这小日子真的就是 发家致富了 这点真是该肯定了 对 我就想感受到 如果过去 你们大凡 把你们生活的时间 拨出一部分 你们两口子 这么样主动去配合 我估计很多矛盾 都化解于无形 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跟你说 当两口子配合的时候 这谁向谁臣服啊 这都是肉烂 都是烂在锅里头啊 你亲子能干 就让他去干吧 就像我们家里头 我亲子很能干 他就在前头干吧 对对 对吧 你就说我店小二 我排在家里最后一位 那怎么 咱们就排最后一位吧 当我吃 当我喝吗 什么都不耽误 你就想现成完了吗 对不对 但有一前提 该贡献的时候 不能 你干什么都行 不能当什么呀 担手掌柜 这点不能 我说实话 特别感谢马老师 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 让我信心倍增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一定要捆绑在一起 一定不能散了 而且这一年 真的就耽误时间了 你们俩一定能成事 我怎么看出来 你的太太非常有能力 而且非常能干 她绝对是一个 能够持家的 而且是一个 非常有经营头脑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 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 她第一次 把马老师织过来 她知道说来借步说话 就她这种礼貌 这种礼节 包括这种 与人打交的能力 一览无语 第二次的时候 她把马老师 织过来之后 我在那个角度 看得非常清楚 你还站在那 你至少站了 二十秒 你没动 我当时一直在看 看你什么时候 能挪步 你的妻子 给你使了两次眼色 给你使眼色 让你赶紧去 供刘老师 也就供房东 你当时还没明白 也就是您这个反应 还是慢半拍 不止慢半拍 为什么她说 你老跟着她后面走 您不止跟她一步 你掉好几步 跟不上 没有想法 往前挣扎的那想法 好像没有 最后你明白了 您直到去 她是其实使了一记 叫吊虎离山 她把马头调走 然后你那边去沟通 对吧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 顶上一把 所以从这个计谋 能看出来 这个女性 就是您太太 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而且我特别特别赞同 你们两个人 共同经营 真的是盘一个店 你好好跟她打下手 我觉得这日子 真的能过 好 马老师 我不知道您 作为扮演者 你的亲身感受 我是感觉 这个女士 她人际交往能力 很到位的 对 您看 她并不是说 这个店我租了 这个店我怎么样 你不可以 她没有否定我 她是给我建议 说那边那个店 也不错 那边可能人流更多 更适合你做水果店 您看 她就是在 得到自己利益的 同时 她考虑到别人 要得到利益 您不能说 就我合适了 你这个我不管 更多人可能采取方式 这店我租了 我都已经签协议了 我今儿带着单位的 我定金交这了 你不行 你不能做给别人 你不可以的 您看 她没有用那种强硬态度 所以小伙子 在这点上来讲 你的太太 跟人打交道 她绝对是一把好手 所以家庭的领导者 已经 你太太胜出了 你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一状态 太太在这个管理 这方面 然后下定决策 这方面 她确实挺有优势的 但是这个先生 你看 她的执行能力 应该是特别强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开车的司机 这个特别负责任 而且对方向感好 而且做事情 肯定是特别严谨 尤其是这个女人 一个人做生意 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孤单 你说那东西 我扛也扛不动 进个货 什么的 这都困难 这先生 你要是能在这方面 跟妻子好好打把手 你看您太太都点头了 一定特满意 对 所以你们两个不要听说 这个说 哎呀 我是不是给她当副手 不好意思 这就叫合作 我为什么说 我们这么些年 一直在吵架呢 我只有吵架了 这东西才能行 如果不吵架 这东西肯定办不成 所以今天要达成一个 平和的 一眼里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 我倒是觉得 我突然有感觉 他们两个人 还真的就都别找工作 赶紧盘店 为什么 因为以前吵架 是各干各的 你共同都没目标 没有共同的目标 对 你们生活原来没动 你总感觉到 对 没有共同目标 另外一个呀 就是说自己弄个店 您在外边请个人 也不少费用 对 这女儿是吧 是女儿吗 长得像爸爸 挺好的 好可爱 这个妻子一看到 女儿的照片就哭了 这女人的一种天性 的确实都是为了孩子好 都想为孩子好 虽然你是 我特别想跟你说 希望你女儿 更幸福快乐的长大 这个时候你要做出更多 嗯 其实对你们俩的这段婚姻啊 我给你一点建议吧 一点小建议 就这个妻子啊 就跟丈夫争吵 我相信这种情绪或多或少 都会在孩子面前流露 这是非常失败的 因为这个男人 当年是你选的他 对吗 我们讲婚前的时候 要尽量多看他的缺点 一旦结婚了 我们就多看他的优点 这个男人是当年你选的 那么他今天有再多的不好 你都以一个宽容的心态来对他 这样才能让感情更好 其实这句话 也就送给这个丈夫啊 我觉得这个 这位先生 我觉得你也应该这样 就这个女人当年也是你选的 当年恐怕选他的时候 他就是很强势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当年的时候 更多的是看了优点 现在呢 刚才问到过去的情感啊 好像两个人都有点忘了 当年谈恋爱的时候 那种的感觉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夫妻之间啊 我们要有一个爱的账户 在我们走进婚姻的时候 就应该存立这样的一个账户 我们每天都为对方去做一些事情 不要总是夸大自己的那种感受 你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就先为对方去做 我想让先生从第三金纸开始做 可以吗 先生 你妻子一直在哭 对 你能从我这儿把这三金纸拿去 然后给你的妻子擦一下吗 这些动作是他非常想要的 先生 这就是您平时的态度啊 看出来了 马老师 马老师您给擦着 马老师 先生您看着啊 如果 马老师擦 他会怎么擦 来 小伙子允许不 允许啊 那行 我现在就是你了啊 你坐着吧 你坐着 你坐着 我现在就是你老公 就你那个不满意的老公 来 小伙子看着啊 哎呀 说了 说了 这啥意思不 维生素 这就叫维生素 这件事情我做的太多 太多了 你先生做的太多了 是吗 你看你看小伙子 来 你注意他 你先生做的太多了 就是11年的婚姻 让你们已经磨到了 没有任何的感觉 包括第一张餐巾纸 因为第三年纸的目的是什么 擦干他的眼泪 对吗 但是你漠视你太太在流泪 你根本都没有看到她在流泪 这个姑爷要说 闺女尽可能得把脾气改改 我也什么改改 咱俩都共同和好 这不就完了吗 如果每次做这事情 都得到反驳 得到一句 如果你刚才给你太太擦眼泪 她不会反驳你 也不会漠视 你知道吗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场合 真的 其实有时候改变啊 但寻找一个机会 不能太心急 从她这句话 我觉得也得说说太太 对 就是从今天开始至少 如果当一个男人给你的时候 你要接着 你不接 男人以后就不会给了 对 因为是你自己把他推走的 我相信他以前肯定做过 对吗 我一直在等 对 因为你现在在等 可能这个男人心已经伤了 等不来了 在他给你的时候 你没有接住 就像刚才这个餐巾纸一样 可能你要的不是 不仅仅是餐巾纸 你要他擦一下 当他以前擦的时候 你把他手打掉了 他就不会再擦了 这个做心理学研究的 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 你看是不是 你的状态啊 先生 你感觉一下 你太太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是你的妻子哈 你在前边 滚 我需要你 你爱我吧 是这个状态吗 你太太是要表达的是这个感觉吗 先把你赶出去 然后自己哭着表达 我需要你 你爱我吧 有可能 你是你看你的感觉 你如果说需要他爱你的话 那你是你爱我 而不是说你滚 然后我又自己又好可怜的样子 你是这样吗 你一方面把他推走了 一方面又抱着自己 顾影自怜的 觉得自己好可怜 我以前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今年吧 因为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分离 所以让你 开始在反省一些东西了 对吗 意识到了问题了 所以今天来 也是想好好地过 从今天开始有个新的契机 对吗 好 我请四位老师 给他们一些方法 两位都表示了很好的意愿 接下来日子怎么过 每一位给一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想要什么 第一我们要直接表达 马老师说特别好 直接表达 我们就想要什么直接说 那么同时也要自己 首先要做得到 你要求这个丈夫怎么样 那么你要求你的妻子怎么样 首先自己要能做得到 这样子才能有更好的这种交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能离家 夫妻嘛 如果结婚的话 都有吵架的时候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原则 谁都不可以离开家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屋檐下 才有和好的可能 如果你回娘家 她回她自己父母家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和好 如果想和好的话 这个时候双方的爸爸妈妈都会介入进来 那要想和好就难于上青天了 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还有我们不离家的前提 争吵不能当着孩子的妙 嗯 苏老师 那我提一点建议 我觉得以后你们 只要有伤害 就一定要有补偿 就是你们两个人这脾气 就说以后就是不发生矛盾 不吵架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夫妻整天在吵架 但是吵完之后 你发现这个没事 照样感情还挺好 那就是他们都懂的一个原则 就是打一巴掌 然后给揉揉 就你们两个人就是欠缺最后那个揉一揉的这个步骤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们两个人说 就让我先低头先道歉 我做不到 那我们可以想一些其他的补偿的这种方式 那比如说今天这个妻子就觉得自己说 我做完这个事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比较内疚 我觉得我错了 那怎么办 如果我不好意思先低头的话 我今儿晚上给我先生做顿好吃的 或者说到了明天的时候 第二天我反省一下 我用一种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个妥协 做一个让步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对对方来讲 都是一种安慰 同样的先生也是一样 如果哪些方面觉得自己确实是对不住妻子的 然后确实是觉得自己妻子受委屈了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做一些弥补做一些补偿 这其实是对你们来讲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伤害的一种善后 所以好好想想 就是我以后能对我的这个另一半 做一些哪些弥补和补偿 这可能是让对方感觉到伤害过后 能心气顺一顺的这种好的方式 所有的计划都要落实 对 那么到这来竟然做了这一期 同时二位呢 也有计划 回命运开个店 那好 今天开始 您就物色落实 因为女士有经验 这是一个小建议 因为只有行动起来 我们才能转移注意力 把我们的心思都用在店上 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离开了那个 让我们苦闷的环境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马上要过年了 无论在哪边过 回去过也好 希望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 回去看个宫婆 如果说决定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说孩子不舒服等等原因 在这边的话 跟岳父母关系特好 这是第二个建议 春节大团圆 马老师讲的第二个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马上要春节了 我想问问妻子 新房子盖好了 这去年这个年没过 今年这个年 想回去看看吗 比较担心 还是担心 还不想分 你看着 还都不忘一苦 先生 你希望今年妻子 跟你一块回去过这个年吗 希望 但是妻子的担心 你觉得你能够 替她分担一些吗 她在这儿说的也担心 有好多种方便吗 因为之前我也跟她说过 因为我也打电话 我也向她承认错误 我什么都 什么话都说了 我弹开了 什么都 都跟她说了 我要求她回家过年 但始终没有说正面的说 正回答我说行 就是又担心这个 又担心那 反正就是没有一个 明确的表达吧 你就是说这个姑爷 你还不能说两句软化话 还不找不到吗 你跟她说两句话 现在不就找到台阶了吗 但是我今天问的她 我通过她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她肯定还是非常想 我今天问她还是这些 还是担心 我现在就是心里也担心 就是说以后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能往一块发展 有没有那种目标 通过这些事情 她老说担心担心 我去再去努力 她没有说 没有接受一些东西 没有说改变一些东西 你还是希望她先改变 是吧 主动的你向她说说 担心以后怎么怎么着 把这事就开架就过去了 她就不去 其实所谓的担心 在家里那边 其实打给电话疏通一下 她说这担心我也知道 就说可以 就是等我一句话 对 但是我可以说 我已经这话 我都已经跟她说过了 你是在家里说 跟她今天在这儿说 是不一样的 是我知道说 是说 她刚才多次提到 她在乎的 她现在我就是说 我现在也担心 就是如果说了 我得到的话 也许就 还是这种担心的话题 在这个场合 你尝试一下 她就担心的是 她既然做出承诺了 到时她要是 做不到她的承诺 我会还继续跟她闹 跟她翻 她就担心这个 是吗 有一方面是这些 但是呢 她是 就是说我 尽量去做 但是人无完人 你看见 你自己没有保证吧 因为一点小事 说招着你了 你就可以 就是说 有理由 拿那些上纲上线的话 来压你是吧 对 是这样 我觉得那些话 都不要再说了 那些都是太琐碎的小事 那些事情 如果现在不说明白 以后这些事情 我估计 吵架的几率太大 你即便今天做完节目回去 也不能说你们永远不吵架 吵架肯定是会有 我就跟他说过这些 他现在要求的就是完美的 我不许生气 打不到 我做不到 你自己就没有决心上一块 这样行不行 因为先生担心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们干脆分成两个观察室 然后马老师 你跟这位男士交流一下 那个少尉老师 你跟这个女士交流一下 看看他们担心 把具体的心理担心的点提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呢 最后我们汇总在一块 能不能够这个年 达成共识 能够达成共识 在一起过这个年 然后两个人一块 跟岳母表个态 对 对吧 这样四个小时 好不好 将近四个小时的录制过去了 王先生与杨女士 却仍然不肯做出让步 虽然两人都表达了 不想离婚的意愿 但彼此却都不想主动 向对方先低头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 主持人决定 让少然老师与马健老师 分别与夫妻俩单独交流 就从今天这一刻 因为你选择来做这节目 特别希望你能就是 从今天这一刻 选择再相信那一次 我愿意选择相信他 我还是说那一句话 就是我选择相信你 但是你不能再继续 继续这样欺骗 我这个肯定可以让他 去做出这种承诺的 因为你们俩现在都愿意 往好的地方去发展 跟西娃娃娃家过年 也是你的一个愿望 但是有担心 现在咱就说你具体担心的 担心什么 他担心 他生气 我担心我是 我惹他生气 你可能会怎么惹他生气 比如说他今天谈到的 把他撂家里 你出去了 也有可能这些事情 也有可能就一文一句话的事 打比方 我稍微出几下 你干嘛去了 我要回来 我没干嘛去 这句话 就无意中这句话 没准我们俩就打几架了 有时候别太纠缠小事情了 女人大度一点 这个男人在你身边 一切就都有 有些小事情 别太纠缠他 有时候我发现 你可能是对小事情 特别让他在小事情上 表明态度 一个是说你对这个担心 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 也都是一些索性的事情 因为在之前 可能关于这些技巧方面的东西 接触比较少 那你太太 如果说假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其实你是有应对方法的 你就耐心能够解释完了 你关键是解释完之后就没事 对不对 你们透支了太多东西 包括信任 包括你们的感情 你们透支了太多 如果真的还愿意继续往下走的话 你必须得把这些东西 重新再恢复起来 抱着说我对过去还很担心 现在这种东西 不是说是我不恢复 也不是 关键现在就是 你做出你应该做的 因为你做出你的努力 他的脾气肯定会过成 如果说录一期节目 整个把他给否定了 他重新换了一个人 不太现实 他的脾气会慢慢改变 但他说了 说最近这段时间 他已经在已经开始做调整了 今天能选择 今天过年跟他回一次家吗 但是不要回去时间长了 可以 是不是 跟他回去一下 跟婆婆之间把感情也修复好 另外一个呢 双方都还愿意过下去 这依然是一件好事情 那咱这样 就是刚才也谈到了一些索缺的事 那么现在呢 我不知道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关于这个回家过年的事啊 我是希望你向你的妻子呢 发出一个邀请 咱放假了呢 希望今年 至少你的态度 希望今年回家 跟这个 回唐山 跟父母一起过个年 你表达一个 这样的态度 你看可以吗 嗯 好的 在专家的劝说下 夫妻双方都表示 愿意做出让步 于是 马建老师 带领王先生 来到了杨女士 所在的观察室 以后都体谅多让 尽量我去 就是说 天就去改 改掉我那些 就认为 就是说 认为我不好的习惯和毛病 嗯 在这呢 这快过年了 希望还是 就是一家三口 回家过年 孩子放假 回去过个年 我非常愿意回家 带着孩子 孩子下周考完试 然后就放假了 嗯 我希望咱们今年过年 能互免吧 嗯 希望她有一个态度 是愿意跟你的妈妈 跟岳母 表达一个态度 岳母在这儿吧 来 那一会儿 之前我们吵架 也是肯定带来 很大伤害 之前跟您说那话 也都是我不对 在这儿呢 向您道歉 那我们俩呢 我只是反正 叫人 好好过 各自找各自的毛病 与其谋下走 看到这一家人 都能够不计前选 我们非常欣慰 王先生表示 在今后的生活中 会努力改变自己 而杨女士也表示 今年一定会带着孩子 与丈夫一起 回婆婆家过年 我们希望王先生 与杨女士 能够从自身找问题 少一点埋怨 多一份理解 给孩子一个健康 幸福的家 没关系 还在这儿呢 打开 我会在这儿呢 这儿呢 我会在这儿呢 你们想要 不得了 感谢观看